2023年刚刚开始 根据很多的分析、数据、调查 我相信2023年房地产是好的 是会有一个反弹的 但是问题就是 我相信很多人和我的看法都很接近 但是问题就是 你应该问我 究竟是为什么会反弹 以及什么时候会反弹 首先我们来看看 我们过去12月份 刚刚市场报告、市场分析出来了 我们来看看市场报告 因为很多人都说 哇,过去一年加了这么多设息 市场肯定跌得很厉害 究竟我们来看看数据 知不支持我们这个观点 但是在我讲数据之前 我想跟大家讲一个 关于地理上的分布 我们常常说温哥华 其实温哥华我们应该分了两个 比较大的一个地理 一个叫做Great Vancouver 一个叫做Fraser Valley 所以有时我们就说 一些平均的数据 不是那么作准 Great Vancouver 包含什么城市呢 温哥华 北温 西温 Burnaby Coquitlam Richmond 如果远一点点的 Whistler Squamish Pete Meadows Towazen Sunshine Coast 都属于Great Vancouver Fraser Valley 是属于哪边呢 即靠南边那边 Suri 包括了North Surry South Surry White Rock Apple's Fort Mission Langney Cloverdale Delta 这些都是属于 Fraser Valley的数据 先讲Great Vancouver 我们比较熟悉 这些耳熟能场的主要的Core City 2022年的12月的数据 那我们跟什么比呢 跟2021年的12月的数据做一个比较 独立屋 即detached 下跌了5% 即一年下跌了5% Apartment 升了1.7% Townhouse和duplex 下跌了0.2% 是0.2% Fraser Valley的独立屋 下跌了11.5% Apartment 下跌了0.4% Townhouse和duplex 下跌了1.6% 那你听下去 其实这些数字 都不是很 不足以影响地产市场 但是 我们不应该跟去年的12月比 我觉得应该更加跟 去年 即2022年的 5、6月的时候比较 即12月份应该跟5、6月比较 为什么呢 因为去年的5、6月正正是一个高位 还有如果我用去年的数据来比较 我更加可以看到 究竟加息之后 即3月份加息之后 对市场的影响有多大 好了 我们如果 是将2022年的12月份的数据 和2022年的6月份比较 有什么不同呢 Greater Vancouver 独立屋下跌了11.4% 11.4% Apartment 刚才我说升了1.7% 如果跟去年比较 但如果跟6月份比较 同年的6月份比较7% 是很严重的 如果在几个月内发生的话 很明显看到加息 其实对温哥华的房价 是有一个很严重的打击 刚才那条片一开始的时候 我说了 我看好那个市场 我看好温哥华的市场 特别是2023年 我觉得是一个转捏点 其实这个转捏点 究竟是什么时候呢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我的看法 和个人意见 我觉得在3月中以后的话 会有很大的市场变化 第一个季度 都算是平稳的 为什么是3月份呢 其实有几样东西 第一 我觉得利息 投资率已经差不多到头了 也看回整个加拿大的经济 究竟可不可以 撑得住这样的高利息的环境呢 所以我觉得 过去的12月份 加了0.5之后 要么就是放慢了加利息的步伐 要么就可能已经够了 要停了 所以3月份应该是一个 挺好的机会 另外第二件事 就是一个报税 大家在3月中 每一个家庭都是忙碌碌碌 在找一些单 那些T什么的 去报税 找会计师 其实报税完之后 每一个人都对于他们那一年的规划 家庭的规划 financial planning 有一个更加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所以3月份也是一个好的时候 去买屋 所以很多年 不要说今年 每一年 其实3月份 都是一个 turning point 还有一个什么原因 会令到3月份是一个转捩点 就是过年 今年就是1月份 早了 平时可能就是 往年就是2月份 过农历新年 很多时候可能在外地 很多人会过来这里 就是帮一些 在这里住的人 去做一个决定 要买屋 置业了 所以通常在2月份 3月份 就会做这个成交的 所以3月份应该是一个 对于温哥和的市场 利好的一个转捩点 那说完什么时候的话 当然要说为什么 刚才第一样说了 利息 利息我觉得如果到头的话 有一个对温哥和的市场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因为我们这个市场 无论是股票市场也好 房地产市场也好 都是interest rate sensitive 对于利息一样是很敏感的 所以如果利息是会减息 或者停滞的话 停止加息的话 很多人的心态已经是不同了 OK 因为我发现过去那一年 虽然在不断加息的情况下 但其实看屋的人 一点都没有少 所以其实我们是 叫做 储了很大班的 刚需买家 自住买家 投资者 在这里 第二个原因就是 我们也听到 在Federal那些好的政策 未来的三年 由2023年开始 每一年增加大概50万的人口 不要忘记 加这50万的人口 都是一个新移民 新移民其实对于 买屋的需求和冲动 都比任何人都要大 因为他真的要住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人口 和利好的消息 第三点 就是供需的不平衡 温哥华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们很多 例如New Development 买楼花、建屋 一般来说都是往后 往后拖延的 往后拖延的 要延迟的 项目的 所以往往 其实供应 是不能够到我们的 需求 它的需求是很强的 所以这是一样 供需不平衡 会令到 价钱会上升 因为 即是supply and demand demand 如果是上升的话 那个价钱会上升 现在 supply又会减少 也会令到价钱上升 那不要忘记 现在是两样一起来 人口增加 是代表的 demand增加 而supply 为什么会减少呢 因为第一 建不及房子 第二 人们看到租金市场 不舍得卖 不敢卖 所以如果supply 减少和demand 同时增加的话 会两样同时推动 那个房价 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这条片 最后我真的想给一个 建议 特别于这样的市场 我们应该做出什么的对策呢 我觉得如果是作为买家的话 要非常之积极地去找你们想要的东西 因为现在是一个可能最好的时候 亦都是最后的时候 因为大家一定要记住 每一次我们的温哥华市场 任何东西掉下来的话 每次上去都比起之前更加高的 所以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去入市 那究竟是买些什么的地区为之上策呢 如果我举个例子 不要只要focus在一个地方 因为现在我们的supply少 即供应量少 所以我们应该去看看 那个inventory比较平衡的地方 可能可以找到一些更加好的 bargning的东西 例如说 如果我是看Bernaby的 我除了Bernaby之外 我也会看看Coculum New West 即是挨住它那些城市 low heat 这些城市挨住它 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或者更加多的房源 给自己去选择呢 去还价呢 因为独立屋 我真的觉得 可遇不可求 有块地的话 我看到在New West 有一个比较extreme 真的六千尺 六千多尺 一百零几万 一百十万以下 已经有交易了 我觉得这些 都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事情 另外如果譬如说 apartment 的 townhouse 的 我都是建议 建立一些比较交通方便 有一个未来城市发展 比较好的区域 去考虑为一个重心 刚才就是给买家的 advisor 建议 如果你是一个 想卖屋的话 等一等 如果可以等的话 等一等 除非你是很需要 cash flow的话 没办法一定要买 但是我非常之有信心 和对这个市场很乐观 我觉得可以等一等 市场会回来 和会很快的速度回来 所以如果真的要买家的话 我建议你们可以等一等 不过 可以在这个时候 可以找我 或者我的团队 帮你做一个股价 是没问题的 希望 今天这个 这么多 information 的一个 video 可以对你们 每一个人都有帮助 亦都希望 看完这条片之后 令到你们 在2023年 无论是买 或者买 多一个更好 更明智的决定 那今天这条片 希望对你们 每一个人都有帮助 OK 下次见 拜拜